家里头竹筒加热之后 就可以在身体上面按摩放松 对 那如果女生刚好又遇到惊奇 这个时候效果就非常好 你看就直接把这个竹筒 热的这个竹筒放在小腹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 慢慢地按压的一个揉动 因为一般如果会痛心的女生 手脚也都会冰冷 你现在这样的感觉是什么 很暖 很暖 小腹这个地方就会很暖 就可以暖自己的这个子宫软槽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做完了之后 来 阿妹仔起来 我们就马上来练一个 华陀的五禽系的这个功法 那这个功法最主要就是通 强化我们的肝功能 然后同时疏通我们的这个心气 那动作很简单 你看人人都能做手插腰 那为什么要插腰呢 因为这是我们肝胆筋的这个位置 插腰了之后把左手落下来 然后慢慢地向右边 向右边 右边 右边转下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侧面整个都打开来 这是我们的肝胆筋 然后把我们的左手拿起来 然后往右边颤掌 一路的重心到我们的右边 好 接着最后眼睛要看着右边 吸气之后 把那一口气吐出来 那如果是生病的人 你就会发现那一口气非常的臭 因为我们动了这个肝胆筋 里面的浊气 脏的气就会出来 好 我再来做一次 身体偏向一边 把整个胆筋露出来 你看像偏头痛 这个地方就会有很好的 这个舒缓的效果 手起来 手起来是因为这里有心包筋 还有我们的心筋会经过腋下这里 然后我就做颤掌 让这个气动起来 所以陆伏贺行法 然后最后眼睛看远处去 停下来 我这一次有听到妹妹的 对 那这个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请你在右边做三次 然后一样的方式 在左边也做三次 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好 因为老师你继续做 那吴医师这个到底为什么手要插腰 还有这个拉伸到肝胆筋 它这个插腰的地方 刚好按摩到肝胆筋的部位 然后它一伸展出去的时候 刚好又拉扯到这个肝筋跟胆筋 还有它的任督二脉 所以对肝胆筋 有很大的一个按摩的作用在 OK 那另一边呢 另一边 好 我们现在换另外一边 那记得这边一定要掐住这个肝胆筋 所谓掐住不是只是靠着 而是要有点用力 要有点捏 要把它捏住 好 然后侧面 把侧面整个都露出来之后 这个手就直接掺掌 往侧面一路地去 因为肝开窍于目 这样肝气就会更加地顺畅 然后最后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我们的Amea是第一次做 因为她刚刚突然被我Cue说 跟着老师一起做 所以人人都能练 所以代表这个动作不难 对 大家就可以全家人一起来做了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也要问一下教授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不管Miss C Miss A等等 其实她跟我们一些肠道有关系 是不是 你刚刚说那个解锁 对 是 现在其实我们最早认为说 这个病毒都是从我们呼吸道来 但现在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肠胃道 对这个病毒的这个受体 ACE2是呼吸道了100倍 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们肠道 也有很多的病毒 躲在里面这样子 那这个躲在里面的病毒 如果造成小发炎 我们就变成肠心灌 如果变成大发炎 我们就要Miss C Miss A这样子 可是我们原本 我们人的肠道 就一直在保护人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 有细菌 有其他的蛋白质 如果没有把它锁起来的话 这些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就会造成很厉害的发炎 或者是败血症 所以我们叫做藏锁 可是现在科学家发现 没想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这么聪明 他找到帮忙把这个藏锁打开了 所以你会在报章杂志上 看到叫做藏漏症 新冠肺炎的藏漏 就是他把这个藏锁打开了 藏锁打开以后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些抗原 就源源不绝跑到他的那个血液里面 所以造成我们这个叫密斯西 那事实上有一个比较兴奋的研究 结果是可以跟观众大家来分享 就是在马省总医院 哈佛大学的总医院 有一个小朋友密斯西 已经严重到用这个类固醇 用免疫球蛋白 跟这个抗免疫制剂都没有用了 所以已经到快要濒临死亡了 所以这一个小额科医师团队 他们就大胆地跟这个美国FDA 申请一个叫做恩慈疗法 而恩慈疗法的这个药 就是可以把这个藏锁 锁起来的药 它原本是用来治疗叫做乳泥蟹的 结果他把这个药 把它吃下去之后 就发现他的小朋友周边血液的 这个新冠病毒的抗原就降低了 然后橄榄指数也下降了 小朋友就好了 所以现在哈勃大学已经开始 大规模在做临床试验了 原本已经濒临死亡的小朋友 所以真的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因为这个疾病太新了 其实各个医学界 然后专家都在研究怎么样 可以让大家真的顺利平安度过 那么刚刚提到这个藏锁 它躲在藏道 你看它在解锁了 把你这个锁打开 它就跑出来了 现在有方法 有机会再把它锁起来 锁回来 好 不管怎么样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 那么健康2.0会请最棒的专家带给大家最好的知识 不管在家里用或是像国际最新的研究 也请大家继续锁定也支持我们了 下次见 其实你只要按照份量吃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吃得又饱又瘦 因为我们减肥会失败 常常就是因为你吃错了 结果饥饿感马上就来了 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散下来 这一年多来 我都没胖 又越来越散 快来加入健康2.0YouTube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尊容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喔